探索世间奇闻,感受不同趣事 中国的基建技术早已闻名世界,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可和效仿 有不少国家也会主动寻求中国的援助,希望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完成一些大工程 不过最近一段时间,日本设计的垂直大桥惊艳了全世界 有不少国家看到这座桥之后,都表示日本的建桥技术已经超过了中国 可是看到侧面设计之后,网友却忍不住笑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据了解,这座桥位于日本鸟曲线,叫做江岛大桥,全长约1446米 从桥上来说,其实这个长度并没有什么优势 但是它的垂直高度达到了44米 所以当地人都觉得日本的造桥技术已经达到了一种很高的水准 甚至可以说远超中国 但是从侧面来看的话,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实话实说,44米的垂直高度确实很高 给人一种过山车的感觉 但是这种高度只是在上桥和下桥的部分 桥中间是趋于平缓的 我们只是看着比较陡峭而已 事实上并没有这样 只不过是个人的视觉错觉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设计 是因为当初设计师考虑到了大型船只通过的问题 采用这种设计方法不会影响桥下面的大型船只通过 桥上行车,桥下走船,互不干涉相当方便 所以准确说来 这座桥的设计技术并没有超越中国这一说 只是恰到好处地利用了大家的视觉错觉而已 看到这样的设计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享受的呢 好了,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